仁爱国中为了提升孩子课业的学习能力 教导他们感恩的态度 并且学会金融储蓄的管理能力 特别设计的幸福存款部 从开学实施以来 不只增加了校园的阅读风气 也让孩子更有礼貌 更守规矩 目前正在募集食用又不错的礼物 欢迎各界共襄盛举 来鼓励资源有限的偏乡孩子们 学生们利用下课的时间 就往老师的办公室报道 这可是现在仁爱国中的学习风气 只要是该周背诵的内容 越早背诵完成 点数就越高 累积到了学习末 就可以将点数兑换成奖品 本来不爱看书的同学 也因此受到激励 整期表现都特别良好 开始有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觉得可以让我们 就是读到更多的书 就不会让我们把时间都花去 滑手机啊看电视那样子 就是去玩耍 从我开学的时候 我都在玩都没有读书 自从有了幸福存款部 可以让我们背诵国文还有英文 让我的成绩变好 也让我变成熟 可以让我更专注在课业上面 当初我们设立幸福存款部啊 其实希望说孩子们的行为上面 能够更有礼貌一些 那我们就发现说把学习纳进来之后啊 学生下课的时候都很积极地找老师去做背诵 那他不但能够记录说自己的学习生活之外 学习的记录之外呢 他也可以发现他很积极地 这是一个很好的增强效果 仁爱国中为了提升孩子课业的学习 教导他们感恩的态度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并学会金融储蓄的管理能力 因此设计了一本幸福存款部 只要孩子达成了任务 就可以累积点数 到了学习末时 就可以将点数兑换成奖品 我会希望让孩子知道说 当他累积了自己的学习的能力 然后呢学会了感恩的行动 然后还有一些健康的管理 然后金钱的管理 这四个项目他都能够把他 学会的话建立起来的话 那我相信他可以累积他未来更多的幸福 那我就用这种存款部的概念 跟孩子讲说 你今天好好的学习 你今天学了一课 学了一篇文章 其实你就累积了一个福保 累积了一个未来的幸福的动力 老师们也发现 现在校园的读书风气鼎盛 孩子的学习意愿增强 对英文的恐惧感也渐渐消失 而孩子们也因此将头痛的科目 反而变成自己最爱的科目之一 因为有了幸福存款部 所以孩子们能够很清楚地知道 他们学习的进度在哪里 可以很明白他们每一课 是不是都有通过老师的检定 再来呢我们是学期末的时候 幸福存款部可以兑换奖品 所以在他们背诵的过程当中 不会只是有压力 还有一个动力 就是可以换到他们想要的礼物 学英文会让我有一种想要出国的感觉 然后我很喜欢英文 上课的时候喜欢念英文 然后科业上最喜欢的就是英文 觉得英文有趣好玩 如果有机会能到国外的时候 可以多跟外国人交流 然后这样语句也比较顺 然后也可以到更多的地方 去学习他们国家的文化 呼吁大家趁着年终大扫除之际 将家里用不到的物品捐助于学校 学校负责幸福存款部的单位是辅导室 欢迎大家直接跟学校联络 辅导室的电话 感谢您对仁爱国中所有孩子的照顾与关怀